佛法是智慧的方法 佛学是智慧的学问 学佛就是学智慧 智慧是自己自性里头没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揪了它就显起 迷了它就变成烦恼 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 菩提是智慧 菩提智慧跟烦恼是一档子 迷了菩提就变成烦恼 物了烦恼就变成菩提 这个一定要懂 要搞清楚 经上有时候用比喻说 叫我们要断烦恼 要振菩提 实际上这个断 是方便说法 不是真实 为什么 我们知道了 菩提跟烦恼是一体 那烦恼断了 菩提也就没有 也就断了 所以它不能断 不能断怎么说断呢 转烦恼为菩提 它觉悟了 觉悟了说 烦恼全变成智慧了 那么烦恼就没有了 烦恼就是不见了 所以叫它断烦恼 不是真的把它断掉 那么佛又说 生死即是涅槃 换句话 涅槃跟生死是一 不是二 如果我们说生死断掉了 那涅槃也就没有了 那生死 怎么会是转生死为涅槃 它跟烦恼菩提是一个意思 所以要有个转变 这个转变 说明生命是永恒的 智慧也是永恒的 互生不灭 不变不意